萨伯小老弟作为海贼界的一股清流 他的一生当中总共犯下了六大错误 一 留始无终 当年萨伯小老弟和艾斯路飞结议后 三兄弟当时都想着长大后出海当海贼 虽然三人都见识了海贼的穷穷 及个外加民间几乎 但路飞和艾斯自始至终都不会改变当海贼的想法 相反出身于贵族的萨伯小老弟 年纪行轻就立马觉醒了独立的人格 对于出身于贵族的自己他感觉到很是耻辱 之后除海下小飞蒙其地龙所救后 萨伯小老弟立马不当海贼改当个命军了 如若这里换作是路飞或是艾斯的话 过去等到记忆恢复后他们依旧会当海贼 由此可见萨伯小老弟的职业规划确实不如艾斯路飞 一点小小的意外就让他的海贼生涯半毒而废 二 忘记初心 萨伯小老弟和艾斯路飞都有一个业余常人的优点 那就是特别喜欢吃霸王餐 长大后艾斯虽然成为了白胡子二番队队长 而后陆飞也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海贼团 但他俩依旧没有忘记初心 他俩每次吃完饭头也不回拍拍屁股就立马跑路了 此剧也充分体现出来了海贼的豪爽和自由 然而了解民间几股的萨伯小老弟长大后 为了不让参观老板白干一个月 也为了不坑害这些处于底层的苦工平民 长大后的萨伯小老弟立马海掉了这项优点 由此可见萨伯小老弟确实是忘记初心了 三 格格不入 海贼世界的所有强者几乎都会背上一把明刀 虽然除了研磨之外 这些明刀没有任何的特殊功能 但他们都会根据自己的身份匹配上一把无上大块刀 阴眼米霍克老师曾经说过 普通的刀经过岁月的磨练最终也可进阶成为黑刀 但你如若让阴眼米霍克老师把黑刀也交出来 又或者让他拿普通的刀去闯荡世界的话 估计阴眼米霍克老师本人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虽然海贼世界当中明刀就相当于是强者的挂箭一样 但很多强者都挂不住面子非要拿上一把明刀 然而作为革命军二把手的萨伯小老弟 直接一根无上大水管从头用到尾 他的这番行为也与其他强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如若海贼世界的强者们创立了明刀协会的话 那么萨伯小老弟不合群的行为肯定是会遭到抵制的 四 封怪闲事 当年革命军动军军队长经理被抓后 英雄好龙儿直冒冷汗但就是不肯行动 紧接着身为革命军军队长的一万科夫被抓后 英雄好龙儿微微一笑也是不肯行动 之后大雄再次兜兜转转成为天龙人的奴隶后 迎刃了多年的英雄好龙儿依旧无动于衷 紧接着等到英雄好龙儿迎刃二十年准备向天龙人宣战后 他立马派出了萨伯小老弟前往了敌方的大本营 本来龙下达的任务中并没有研究大雄这项命令 但是看不得大雄受苦的萨伯小老弟 非要多管闲事前去营救大雄 虽然大雄被平安无事地救了出来 但英雄好龙儿却自始至终都高兴不起来 可皆没有一个领导会喜欢这种多管闲事的员工 无 功高震主 世界会议天章中 英雄好龙儿派萨伯和三位军长就前往了玛丽乔亚 当时很多人看到敌方的这种阵容后 他们很好奇了为什么非挑选敌方把守最严密的时候下手 此番举动无疑是想要萨伯送死一样 然而回头看英雄好龙儿给萨伯下达的任务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即使冤枉英雄好龙儿了 因为他给萨伯下达的任务只有向天龙人宣战而已 向天龙人宣战的话破坏天龙人的象征就可以了 因此这么几个人破坏完天降龙之体后 其他什么事情也不干的话 确实是可以安全脱身的 然而萨伯小老弟并没有按照龙的命令形式 除了完成了最为基础的破坏天降龙之体宣战外 他还烧了天龙人的粮仓 并且还把大雄给救了出来 之后他还解救了大批的努力 并且还摸清楚了敌方幕后的最终贯子 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事情干完后 萨伯的名气不仅越来越大 而且炎帝称号还助理八国革命获得了成功 因此这么一看的话你会发现 英雄好龙儿迎忍二十年的功气不如萨伯的一次行动 因此萨伯失踪后 英雄好龙儿没去调查萨伯的下落也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萨伯公高阵主犯了大忌 六内心急躁 通过萨伯见到雄兽苦就立马想着要营救对方 并且还说不成功便是死可以看出 萨伯小老鸡内心急躁完全不懂得如何隐忍 这一点其实在德雷斯罗萨片章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很多顶尖强者除了实力恐怖如斯之外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懂得隐忍不与弱者斤斤斤计较 比如当年在风车村过久的红发江克思 面对山贼王希格的挑衅 红发本可以回头给希格一个大逼兜 这样山贼王希格就立马老实了 然而红发学隐忍不发任由希格撒酒嘲笑 此番举动一下子让红发的格局变得大了起来 而后路飞长大后会是把这箱有点发挥到了极致 面对贝拉敏的嘲笑 路飞不仅自己不会还手 而且索隆准备还手的时候他还制止了对方 让索隆跟着他一起挨打 最终俩人被揍后黑胡子也说是他们赢了 可见这种行为确实能够体现出强热的精凶宽广和格局 然而等到巴杰斯嘲笑萨伯小老弟的时候 按照正常的剧本来看萨伯小老弟其实不应该还手 让巴杰斯一边嘲笑一边做他才可体现出强热的格局 毕竟环绕的话就算输了 然而之后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作为强热的萨伯小老弟内心急躁一点格局没有 直接用无上大水管把巴杰斯做的皮青脸肿 如若不是这个巴杰斯必须给留给草帽分对位的话 估计他的坟头草都长到三点多高了 因此萨伯小老弟的这番行为也是不太正常的 好了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我们下期再见